這期影片我會告訴你 在看法裡面八個非常好用的AI工具 不僅能夠幫助你去創建出更加獨特的視覺效果 同時還能夠提升你的創效率 Hi 我是 Grayson 這頻道的專訪關於YouTube頻道運營 瀏覽變現 以及網路傳染內容 我每週分享三部影片 實在要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首先第二個功能叫背景移除功能 你可以看到這邊我準備了一張照片 那我可以快速的使用背景移除工具 去把這個照片的背景去除掉 我可以選擇這個背景移除工具 那你可以看到非常快速的 我就把這個照片的背景去除掉了 然後我是能夠更改這背景顏色的 比如說把它變成黃色 你就能夠看到去除的非常的乾淨 那不僅如此 我也是能夠去除掉影片的背景的 還是一樣選擇這個背景移除工具 你可以看到非常快速的 這個影片的背景也被去除掉了 我也是一樣能夠去快速的去替換另外一個背景 那這個背景移除工具是需要你 適應到Curlap Pro才能夠使用的 你可以透過影片下方鏈接 去獲得Curlap Pro 30天的免費需要 那下一個功能是魔法橡皮擦的功能 那想要去打開這個功能 你需要加入一張照片 然後選擇編輯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有一個 魔法橡皮擦的功能 那這個功能也是需要你適應到 Curlap Pro才能夠使用的 那這邊你有兩種方式去選擇 你想要去擦除的元素 你可以使用筆刷 比如說我想擦除掉這個元素 我就可以使用筆刷 選擇這個元素 然後這邊選擇清除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 剛才的那個元素就被我清除掉了 那我可以換一張圖片 然後選擇它的點擊功能 那這個功能是可以使用它的AI技術 快速識別這個圖片上面任何的元素的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 它識別了我圖片上面有這一款充 我就會快速點擊 然後把它清除掉 那你可以看到 它就快速的去把我剛才那款充去去除掉了 那這邊因為影子沒有去選擇到 所以還是會有影子的 那我就可以使用這個筆刷的功能 調整這筆刷大小 去塗抹它一下 去把這影子去除掉 那就可以看到 剛才的影子也被去除掉了 那接下來一個功能是魔法抓取 還是要選擇編輯 這邊有一個魔法抓取功能 那這功能是能快速的去幫助你 提取出照片裡面的元素的 還是一樣你可以選擇筆刷或者點擊 那對於這張照片 我想要去抓取這個人物 那你可以看到 當我使用點擊的時候 Kamon AI並不能夠幫助我 同時選擇這個人 還有做書寶 所以我就選擇這個筆刷 稍微調整一下筆刷大小 然後塗抹這個人 然後選擇抓取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 我就抓取了這個人了 然後可以挪動它 比如說把它挪動到這邊 就可以快速的去更改這個人物 它的位置了 或者是我可以把這背景去除掉 然後呢把它加入到 這個動態的影片背景裡面 又會做出一個不一樣的效果了 所以這個功能也非常的好用 下一個功能是抓取文字 那從這名字裡面你就能夠知道 它是能夠快速的去幫助你 從圖片裡面抓取裡面的文字的 這個功能它的應用場景其實很多的 比如說我找到這張圖片 我特別喜歡這圖片裡面文字的樣式 但是呢我想把它改變成不一樣的背景 我就可以選用Kamon AI裡面的抓取文字的功能 還是一樣選擇編輯 然後選這個抓取文字 那現在你可以看到 它就幫助我去抓取了這兩個文字了 我可以選擇點擊 或者是選擇這個所有文字 然後把它抓取 那現在就可以看到 它就幫我把這兩個文字去抓取出來了 然後呢我是能夠更改這背景的 就可以看到我就把這兩個文字 就交入到一個新的背景裡面了 下一個功能是魔法編輯功能 這個功能非常強大 想去打開這個功能 選擇編輯 然後選這個魔法編輯工具 那這個功能它具體是這樣子的 你可以選擇這個區域 然後在這邊你需要用文字去描述一下 讓AI生成的內容 那比如說我想讓Canva 在這桌上去幫助我生成一個物體 我先選擇這個中間的區域 然後在底下用文字描述 這邊我選擇讓Canva 幫助我生成一個專門花的花瓶 然後在這邊選擇產生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 Canva就幫助我快速去生成了4張圖了 這是第一張圖 看起來還是不錯的 這是第二張圖 這第三張圖 它幫我生成了兩個花瓶 然後這是第四張圖 假如說這四張圖你都不滿意 你可以選這個再產生一次 那你可以看到生成了四張新的結果了 第一張圖 第二張圖 第三張圖 然後第四張圖 假如說我喜歡這張圖 我就可以選擇它 然後選擇完成 那你就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最後的產品 它的整理效果還是非常好的 非常逼真的 所以大家可以使用這個魔法編輯工具 去快速的創造出你想要的圖片效果 那接下來一個功能是魔法展開功能 那這個功能用處非常多 比如說你有一張圖片 但它是方形的 而你想要去把它放到一個 橫平的設計文檔裡面 比如說就是我現在這種情況 我的文檔是橫平的 但是我只有一個方形的素材 這個時候我就能快速的 去使用魔法展開的功能 去把這照片自然的去延展成一個橫平的格式 選擇編輯 這邊你可以看到有一個魔法展開功能 那這邊你可以選擇它的一個尺寸 我要選這個16比9的 然後選這個魔法展開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 非常快的CAMMA的AI就幫助我 去把剛才方形的圖片 展開成了這個16比9橫形的圖片了 這是第一張圖 然後這第二張圖 這第三張圖 這是第四張圖 整體來說這四張圖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如果說你對這四張圖都不滿意 你可以選擇這個產生新的結果 接下來一個功能是AI翻譯功能 那這個功能也非常的實用 比如說你針對的是不同語言的市場 你現在製作了一個英文的簡報 那如果說你想要去面對中文的客戶 給他們做一個同樣的內容中文的簡報 那你可以快速的使用CAMMA這個AI翻譯的功能 那想要去翻譯的話 你可以選擇這個調整尺寸 在底下有一個翻譯功能 那這邊需要選擇一文語言 我可以直接搜索中文 那有簡體中文、繁體中文 這邊我選擇繁體中文 然後呢你還可以選擇語氣 比如說專業的、對話的、友善的、詳細說明、啟發靈感 然後呢你可以選擇你要翻譯一頁 還是說你有其他的文檔也是要翻譯的 這邊我就選擇一頁 只能完成 然後你還可以選擇是否只是翻譯現有的設計 不必建立副本 那這個功能呢 也是需要你伸到看到Post能夠使用的 那你每個月呢 能夠使用500次這個AI翻譯的功能 那這邊我選擇翻譯 那現在你可以看到 CAMMA的AI就幫助我快速的翻譯了 剛才的簡報內容了 所以這個功能能夠快速的去幫助你去處理 批量翻譯的工作 那接下來一個功能是 AI一鍵調整尺寸的功能 那假如說我準備了一張簡報 但同時我發現這個簡報上面的內容 也是適合與我做成社交媒體內容 去分享給其他人的 那這邊呢 我就能快速去使用CAMMA的 一鍵調整尺寸的功能 去把它變成社交媒體的類型 還是一樣選擇調整尺寸 這邊我可以選擇社群媒體 然後呢 選擇我想要去轉換成的社群媒體文章的格式 比如說我想把它變成IG貼文 方形的1080像素 x 1080像素 我就選擇它 然後你可以選擇複製並且調整尺寸 或者是直接調整這個設計的尺寸 那這邊為了保留圓檔 我就選擇複製並且調整尺寸 那你就可以看到 現在CAMMA的AI就快速的 幫助我把剛才的簡報的形式 就變成一個IG貼文方形的形式了 如果說你想做出一些其他的調整 你就能夠直接在這邊去調整了 這能夠非常快速的去提升 你創作內容的速度 我想了解更多關於CAMMA內容 你可以點這波方列表 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想到這部影片點個讚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頻道 了解更多關於CAMMA內容 追蹤我IG能夠還更多互動 那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拜拜